香港巨星发哥周润发的母亲于上月13日病逝 想其瘦98岁于今日早上以佛教仪式举行大演 随即火化发哥遵从母亲的丧事不想铺张浪费的心愿 仪式一气从简仅邀请了至亲出席 事实上发哥对母亲是出了名的百依百顺 过去更传出曾为爱做啥事 但最后人听妈妈的话跟一代玉女陈玉莲已分手收场 香港一代玉女陈玉莲在八年年代宏吉义时 因饰演《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一角 被封为永远的小龙女 周润发跟陈玉莲因拍摄电视剧《大亨相识》 周润发对她一见倾心 在陈玉莲18岁生日那天 周润发特地送了一束红玫瑰表明心意 从此开始长达五年的交往 两人谈恋爱被视为精童玉女的爱情童话 受到香港CP粉的热烈支持 连杂志都经常刊登他们的亲密合影 陈玉莲坦承当时一度想为了周润发 能有更好的发展而淡出演艺圈 可惜两人最后仍是分手收场 这令周润发受到极大打击 甚至起了轻身的念头 近年早已淡出演艺圈的陈玉莲 潜心修复 为了慈善事业而奔走 之前她来台受访时 被问及当年和周润发的情势 大方坦言她年轻时性格刚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常常惹得周润发妈妈不高兴 导致两人没能走到最后 现在我的年纪大了 就觉得其实说话可以拐个弯 让大家都开心一点 被问到会不会遗憾 陈玉莲笑说 常有人这么问 但她觉得周润发跟她分手是正确的 如果我和她还在一起 她就没有今天了 我和她老婆不认识 也从来没有见过她 但我感觉她太太真的能帮助她 如果那时候我和她没分开 她没可能有今天 她能走上国际 那是我帮不了的 对于这一段感情 发哥也曾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 坦言 陈玉莲是自己一个美好的梦 感觉曾经的自杀经历像梦境一样 但回忆起来很美好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为当年的行动而后悔过 现在发哥跟老婆结婚33年 感情依旧相当甜蜜 据悉发嫂曾经有过身孕 但却不幸流产 这件事给发嫂很大的打击 发哥舍不得老婆受苦 从此不再想要孩子 刘真二月初因心脏主动脉半膜狭窄开刀 却惊喘手术过程中心脏一度骤挺 紧急装叶克莫降救 至今仍在医院与死神搏斗 状况不明引起各界关心 主持人郑红颖 日前也邀专家上节目讨论 星光医院心脏内科医师洪汇峰 就表示该手术风险大概8% 等于12个人就会碰到一个 让郑红颖 忍不住惊问刘真算打运吗 专家也给出回应 星光医院心脏内科医师洪汇峰 日前上节目新闻哇哇哇 表示刘真之所以选择开刀 研判应该已经出现症状 强调所谓的主动半膜狭窄 就像是小巨蛋散场 随着年纪增长 门越开越窄 在血液过于不去的情况下 一旦碰到状况就完蛋了 尤其当主动脉狭窄 又合并三症状时 寿命就会越来越短 包括合并症状出现心脚痛 平均寿命只剩5年 如果出现昏倒 心脏衰竭 平均寿命也只剩下2-3年 唯一能解套的就是 开刀把半膜换掉 心脏内科医师洪汇峰 更进一步表示 以刘真状况出办 因为刘真想怀孕 所以让他的状况更复杂了 在不能使用抗磷血剂下 必须全部改用打针 但不管是患人工半膜 还是心导管手术 开刀风险大概都8%左右 等于有92%的人会成功 也让郑红一忍不住好奇发问 这8%的风险 刘真算是带运吗 洪汇峰也当场直言 对 表示8%的风险 等于12个就碰到一个 强调真的有点像乐透 表示平常开刀 就算只有1%的风险 100个人中也会有一个人会碰到 但谁会碰到我们在开之前 我怎么知道 我不晓得 所以通常会把8%当作是一个超级大的风险 洪汇峰也强调 所以刘真面临的已经不是是非题 8%风险有多高 而是一个选择题 不是得冒着8%的危险拆炸弹 就是得接受2年3年5年的身体魔咒 至于刘真日前传出开颅手术 做了四五次是否会影响换性进度 洪汇峰也坦言 如果老易血病患 神志无法回来 强行做移植心脏手术 也有可能会变植物人 不仅浪费一颗心脏 同时也造成家属和社会负担 一人小猪罗正想与大陆网红女友 周杨金两人公开恋情多年 也常在社群网站上互相放闪 闪恩爱 最近周杨金晒出在日本游玩的照片 其中一篇是他登上日本冬季刺骨 最新打卡圣地 是Biasky掌望台 他穿上一件黑色的头肤脸色上衣 没想到滑到第二张照片 竟然所有粉丝暴动 照射下周杨金的衣服简直透视到像是美穿 周杨金最近和姐妹一同到日本东京游玩 PO出许多张 蜡翻美照 最新一篇IG天文 他晒出是Biasky掌望台的照片 站在窗边底下夜景一览无遗 而他身穿黑色的头肤脸色上衣 微微可见里头的衬衣 不过当粉丝一滑到第二张 赫然发现 侧身的周杨金在闪光弹的照射下 这件头肤上衣 简直让周杨金远行毕露 一双红圆胸形 显而易见 雷斯也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性感 周杨金作分大胆 也不避讳自己整过型 对自己想到有自信 也创立自己的服饰品牌 Grace Child 以往穿着宽松帅裤服饰 最近似乎传达风格有点不同 开始穿一些显露S曲线的贴身洋装 像是在东京穿着黑色系肩带贴身洋装 深优领口露出潮盆双球 挤出笔直的视野线 雪白腿根 探出短裙裙白 或是弟兄身微上衣 让粉丝一包眼福 也让粉丝大惊 原来周周身材这么好 男星芬田过去曾是男团Space的成员 这几年则转战主持和综艺圈 幽默的好表现 获得不少观众的注意 接着他突然在IG公开分享床照 没想到照片一出 立刻掀起不少粉丝关注 甚至连绯闻女友都跑来观赏 想翻不少人 芬田在IG上分享一张 自己躺在床上的照片 但被窝里竟藏有一男子 原来是芬田本人的背板 而他也在IG上开玩笑说 他很硬 拍完后芬田还笑说 我到底在干嘛 拍完照很空虚 芬田屋里头的作风 却是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 明显到照片一出 芬田的绯闻女友舒子晨 也跑来留言 对于芬田自娱于人的做法 似乎相当无言 其实芬田前一批贴文 就分享把人行立牌 带回家的照片 并提到虽然带回家了 但却有点后悔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少粉丝纷纷举手喊 我来处理 交给我了 可以认养吗 给我 拿去网络上卖 何伦东记字导字编字 也翻墙了记忆 夺下金钟奖最佳导演后 再推出第二部自制的 黑暗玄疑影机 《谁在你身边》 这次他将专心幕后工作 担任导演与编剧 并要来多年好友 徐若轩出任制作人 两携手共组 携个梦幻组合 徐若轩表示 批道作为一个导演 在讲戏时 任何人都会深深被他吸引 他不会演 这次最大的挑战就是 跳脱演员身份当制作人 导演何伦东 对于徐若轩的加入 则感到相当兴奋 有他帮我一起坑 说不定有幸 再次入围京中奖最佳戏剧 期待两人的合作 擦出全新火花 何伦东与徐若轩相识 近二十年 私交甚笃的两人 源起于何伦东 当年独自一人到日本 进修日语 当时在日本事业如日中天 的徐若轩对他很是照顾 异乡发展的两人 因此累积 深呼交情 两人跳脱演员身份 首次以导演 与制作人的身份合作 徐若轩表示 这次是黑暗悬疑的题材 是批导很想尝试的类型 看得出 他从剧本 选角 造型 甚至美术摄影 都有摄入 他看大战 何伦东除了对工作专注 努力 专业感 更是他有魅力的部分 与他深交多年 了解他的好人品 好个性 很放心与他成为 戏剧上的合作伙伴 何伦东则看中 徐若轩读到的审美观 及看事情的角度 更对他负责任的 敬业工作态度相当佩服 得知他近年来 开始对电影 及戏剧幕后工作感兴趣 加上我对镜头语言 演员编剧这方面 教我了解 聊过之后 我们一拍即合 更能彼此互补 何伦东指导第一部作品 翻墙的记忆 探讨校园黑暗面题材 先作为黑暗学艺题材 将进到另一个零龄层 探讨婚姻关系中 人性的善与恶 在情感中 我们总想表现出善的那一面 若关系没有维持好 往往因为既得利益 而不自觉显露出恶的那一面 引来负面的连锁反应 希望透过剧中的反面教材 带出人性的黑暗面 该剧将引用 反强原版人马制作团队 导演何伦东表示 同一团队已培养出良好的默契 加上有制作人许若轩的参与 让我们信心倍增 该剧制作人何伦东 红秀林外 再加上许若轩的理由 还有一点 更是何伦东希望能及有两位女性的角度 一起来为剧中的两对婚姻关系 找出更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 毕竟从男人和女人的角度 看事情真的很不一样 而婚姻中的女人更承担了很多 没有说出口的压力 一次加码两位女制作人 何伦东自嘲 我可能要皮奔紧一点了 何伦东曾于年初受访时表示 这部戏他绝对不会 有的角色就是演员 至于许若轩也没有可能 除了制作人一角 也加入演出阵容 何伦东笑答 这就要看时代制作人 对何导演是否满意了 不过卡斯一定会让大家期待的 谁在你身边即将在3月开拍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导演何伦东十分加强放逸措施 前置期间 他已严格要求所有工作人员 都一定要确实戴口罩 勤起手 定时量体温 原本剧中有出现的 意愿场景戏码也将修改剧本 避开意愿拍摄 开拍后将尽全力做好 全体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 再进一步 谢谢观看